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六祖大师和他的弟子法达之间的对话 现在法达到这儿为止 已经了解到他自己过去是不知道法华经的意思 但是这是诵法华经 现在经过六祖大师的开始 他知道法华经是什么意思 而且听完以后也是开误了 现在下边就是法达 他直接把他所领悟到的什么 而用一个记字来说出来 实际上它是两个记字 所谓记就是像诗 但是诗是有韵的 记就是没有韵的 这是印度的梵文 原典本来也是有韵 翻成中文就变成了没有韵的 因此中国的后来的副教徒们 也比照翻译出来的经典的文体的做法 没有韵的诗句叫做记 那么下面一共有两个记字 是谁做的呢 是法达做的 来做什么呢 表明他对于法华经 现在所了解的程度是什么 这个记字是怎么样子讲的呢 它是 诗经三千步 朝起一巨王 为名出世智 宁起雷生狂 羊落牛全射 出宗后散羊 谁知火之内 原是法宗王 这是需要解释一下 因为这位法师 在没有见六祖慧能大师之前呢 他曾经已经送了三千步的法华经 我们知道法华经 一共有八万字 要送一遍呢 差不多要一天的时间 那要送三千步 那多少时间呢 每天送一步 要要三千天 三千天是相当于多少年 快要三年 这一段时间是相当长 也就是说这个人 诵经的功德 功夫是相当深的 可是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 他说 嘿嘿 你根本没有懂得法华经 只知道念法华经 法华经里面讲的是什么 诺经当然有功德 但是不懂得经里面的根本的意思呢 那不能够开悟 不能真正的智慧 这样子一讲啊 这样子一讲啊 他就觉得 哦 我诵经等于没有诵一样 可是见到了 这个曹七 这个曹七的意思呢 这是六祖慧能住的地方 叫曹七 那么以后就把 六祖慧能住的地方 称为慧能了 见到了六祖慧能以后呢 他说的 以前的等于没有诵 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实 因此呢 他开了悟啊 见了智慧 过去无量世以来的 无名 愚痴 烦恼 从此以后一笔勾销 这是前面第一个记者 四句话的意思 最近呢 有一位小学的校长 在我们这里啊 参加了三天的修行 在这之前呢 他心中啊 有一样 有一个疾 已经打了十多年了 这个疾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学校的学生 你的家长啊 不教自己的孩子 但是学校里边呢 教他的时候 结果这个小孩子啊 发生了一些问题啊 这个家长啊 就一撞了就 告到法院里边去 说他的 告的是谁呢 告的是校长 校长说 奇怪 这个孩子 直接不教 送到学校里边来 学校里教他的时候 不能够一下子教好啊 他发生了问题了 结果是变成 我有问题 还有那个时候呢 还不能够生冤 还要给他 赔不试 就承认错误 结果呢 这个案子呢 扯销了 可是这个校长 虽然是表面上 是承认错误啊 认为 这个太不合理 跟校长 根本没有关系 因此呢 校长心里边呢 烦恼了十年了 十多年了 总是 解不开 这一个心急 他说我不想干了 但是不做这个校长 做什么呢 他还是做下去 所以 一边做 一边还是烦恼 他说这个教育 实在是 断不得 但是不办教育 又怎么做 做什么呢 还有更好的事情 可以帮人的忙吗 又想不到 这一次到我们这儿 来参加了 三天的 禅修的训练呢 听到了我讲的两句话 说心里放不下人呢 是没有慈悲 心里放不下自己 是没有智慧 因为没有慈悲 或没有智慧 所以才有烦恼 有慈悲 有智慧的人 就不会有烦恼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 他说 原来我也没有慈悲 也没有智慧 所以又烦恼了 那我不应该这样子 当天晚上 就是呼呼大睡 睡得好舒服 他的心急 一下子就解开了 这个例子也可以说了 十年的心急 打不开 一间法骨 心就开 你们心要不要开 我再讲一个例子 在美国 也是有一天的课程 有一位女居士 她有一个生死的冤家 吵架之后呢 已经有十五年不讲话 凡是有那一个 她的冤家到的地方 她就不去 凡是她去的地方 那个冤家就不出现 如果在街上 看到冤家的时候 互相吐一口痰 但是他们原来 本原来是好 很好的同学 就是啊 有一样是 而使得他们成了 生死的冤家 后来我讲了一个故事 给他们听 而这个是真的故事 我说 我知道有一位啊 有两位法师啊 都已经五十多岁的人 但是他们呢 就为了意见上的争执 一个说啊 参禅是最好的 一个说啊 念佛是最好的 一个说呢 不管是什么样 我念佛 我参禅都能够往生西方 一个人说呢 只有念佛能往生西方 就是他们这个两个人呢 意见上 信仰上不一样 就变成了生死的冤家 一个说一个 那是个魔鬼 一个说一个 那是个魔王 不知道是魔鬼大 还是魔王大 反正是 彼此在互相的指责 他们这个两个人 也是一样的 凡是有这个法师 在的地方 那个法师就不回去 那个法师出现 看到的时候 这个法师马上走 就是两个人 就是不会希望 在一起见面 可是有一天呢 其中有一个先 先过世了 他写了一个遗嘱 他说我这一生呢 没有什么遗憾 唯一的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跟某某法师吵了架 一直到时都没有见面 我死了以后 希望他到我这边来呀 替我 送经 替我吵肚 替我办后事 主持我的上礼 就是这么一个遗嘱 另外一个法师 看到了这一个遗嘱之后 痛哭流涕 就觉得 哇 我真 真是愚痴啊 我真是对不起佛啊 也对不起我这位好朋友啊 我这么愚痴呢 我做冤家 做到实为止啊 我实在是太愚痴了 所以 还是我这位 道友啊 他慈悲啊 他有智慧啊 他临时啊 还要我去替他主持 他的丧礼啊 这是我为什么 没有想到呢 我再不去 我就没有机会了 因此呢 他连夜地赶了去啊 在这位已经 往生了的法师的前面呢 一边哭啊 一边忏悔 我把这个故事一讲 在美国的那位 女居士 也流眼泪 然后呢 在最后的信的报告的时候 他说告诉我 师父 我今天下了课 我马上我要找一个人 我说你找谁 他说找我的生死 冤家 我要去跟他忏悔 他说我不能够等到死的时候 我写遗嘱 我现在就要去跟他忏悔去 请问诸位菩萨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生死冤家啊 有吗 有啊 是不是听到我一句话之后呢 回去马上啊 把生死冤家找出来 如果真的听到我这两个故事 之后 你把你的生死冤家 都把它变成了你的恩人 倾家了 那也可以说 一见法国后啊 生死冤家全部亡 羊 路 牛 全社 是说法华经里边的比喻 羊车和路车 牛车 也就是大圣和小圣 的种种的伏法 都是呢 方便的 一种啊 一种失色 方便的一种啊 引导 并不是真正的 真正有这样的东西 下面呢 说初中后善阳 初中后 是讲的佛法 佛是讲母尼佛在世的时候 最初是在路约院 讲的是 是欧寒经 然后中间呢 又讲啊 般若经 以及呢 方等大成经 到了最后呢 是讲 法华经 和泥盆经 但是 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 最初的说法呢 是说的 华严经 华严经的 对象啊 都是啊 大菩萨 然后说 然后说 欧寒经的时候啊 是对的 一般的凡夫 即要 小圣的人 中间呢 是 一般的 大圣 佛教 是中间呢 就是 中等知智的 大圣 佛法 或大圣 的菩萨 的根性的人 需要的 到最后 泥盆经 和法华经呢 是啊 又是 最高层次的 是大法 大圣法 所以这一个 释迦牟尼佛说法 说的 虽然有大圣 小圣 有前 有中 有后 可是 多是 未了啊 方便 而说的 但是 从禅宗的立场 来看 这些 方便的法门 虽然 有用 但不是啊 最有用 因为 每一个 众生 不管他是什么 根性呢 不管是 大圣根基的 小圣根基的 上上根基的 下下根基的 不管他是什么 根基的人 但是 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人呢 都本来就有 佛心 本来就可能 成佛 如果知道的 这个道理呢 就不必 再讲 说要有 什么 大圣 小圣 什么大菩萨 小菩萨 全部都不必 讲了 每一个人 都是 本来就是佛 不过是呢 凡夫的佛 正在睡觉 还没有醒呢 那成了佛的佛呢 已经醒了 所以大吃大悟的 但是 没有什么根性 低啊 高啊 大小 之分 只是呢 悟的时候啊 有的悟得慢 有的悟得快 有的悟得早 有的悟得迟而已 这是从禅宗的 禅宗的 动物的立场 来看法华经呢 的道理 诸位有没有听到 说过啊 福言看众生 众生多是佛 狗言看诸佛 诸佛也是什么 也是狗 这狗言看人呢 人也是狗 福言看狗 狗也是佛 因此呢 我要劝大家 我们自己虽然不是佛 我们要希望 把人家都当成佛 而把自己说 自己是凡夫 这是最安全 最可靠 这是真正的佛教徒 至少啊 我们彼此互相的 看待 是菩萨 菩萨是 有 出发性的菩萨 有啊 旧经的菩萨 最高 最旧经 圆满的菩萨 就是佛 出发性的菩萨 是凡夫 我们把人人 当成菩萨来看啊 这是啊 最恭敬的 也就是最平等的 自己 也不要小看自己 自己是凡夫 但是我们在学菩萨 学不好 没有关系 我们要努力 看到人 看到众生 当然也有看不顺眼 不合理 有一些犯罪的人 这些都是菩萨吗 杀人的人 叫做杀人菩萨 放火的人 叫放火菩萨 强暴的人 叫强暴菩萨 有这种菩萨吗 没有 没有 但是呢 因为这些人呢 是菩萨 但是呢 是糊涂菩萨 是烦恼菩萨 他们呢 是菩萨在心中 睡觉 没醒啊 所以他们犯了罪 犯了罪 犯了罚了 可是呢 他们本质 他们的 福性呢 是跟我们相同的 也跟福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要 希望他们改过千善 而变成了真正的 菩萨型的行者 因此我们也不要 把那些人恨的那个样 但是呢 要帮助他们 要 为他们呢 祈祷 如何地帮助他们呢 这个是要有智慧 也要有慈悲 要有种种的 方法 来帮助的 所以诸位呢 不要看到犯法 犯罪的人呢 心里恨他们 我们应该慈悲他们 我们一恨他们呢 自己也很难过 也很痛苦 那么对那一个人 也不慈悲了 所以用慈悲 来帮助他人 对待他人 用智慧呢 来帮助自己 来啊 成全自己 这 就是佛法的修行者 我有一个皈依例子 他是一位作家 他写了一本小说 就是写他的儿子 他那个儿子啊 正是混蛋一个 是不是这个小孩子 是那么坏的 我想 这个小孩子是不好 但是 因为生在你的家里边 是公义所感 你的义 他的义加起来 变成了一个混淆子 这个混淆子 为什么没有生到其他人家里 又生到你家里 那跟你有关系的 那表示呢 这是一个菩萨 到他家里去 来度他了 因为用菩萨的眼光 看所有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菩萨 用魔鬼的眼光 看所有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魔鬼啊 好 那你们出去的时候 见到什么人都是菩萨 猫是猫菩萨 狗是狗菩萨 全部都是菩萨 真的呢 有这种心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净土啊 就是一个福国 虽然世界还是这个样 但是你的心里边呢 就不会那么烦恼 那么的痛苦了 这也就是我们谈经 告诉我们的 心不要被静转 静要让我们心所转变 下面诗语 如今后方可名为念经生也 达从此领选址 一不出诵经 那这个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这一段文字的结论 诗 若 这个诗是谁呢 就是六祖会能大师 对谁说呢 是对法达这位法师说 说法达你今天之后啊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念经的和尚了 为什么 你懂得念经的意思 经里边的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了 就是真正的念经的和尚 这个意思并不是文字上的理解 而是呢 物经上的体会 诸位要了解啊 那法达呢 从这一个 从慧能大师的开始之中啊 了解了 真正的 真正的 佛法的道理 因此呢 进了宝山空手而回 我们心里边多多少少 我相信呢 都有一些生死冤家对头 虽然没有那么可怕的生死冤家 但是心中总是有一些心疾呀 但是心中总是有一些心疾呀 你们记得了啊 心中有疾 什么原因 因为没有智慧 还有什么 没有慈悲 那成人没有智慧 没有慈悲 那你还要心什么不舒服 还有生死冤家 哪里来的冤家呢 不要等到死的时候 你再给他打 打一个招呼 对不起 那早一点给他打招呼 也许你给他打招呼啊 你给他赔礼啊 他给你两个耳光 还是给你做冤家 他说你跟我好 我还是不跟你好 那怎么办 很多人就是担心着 怕 我要去给他忏悔 给他对不起 他还是不接受 那冤家还是继续做下去 是不是这样子呢 不是 他一次一次地拒绝 我一次一次地对不起他 那多了以后 他就会感觉上 你真的真诚地 给他做朋友了 不一定啊 是他对的 你们做冤家的时候 不一定是他对 也不一定是你对 这个很不容易 做冤家的这个事情 很难说啊 究竟是谁对谁错 也可能根本你没有错 就是他错的 但是你想 哎呀 阿弥陀佛 做了冤家 就是我错的 要这样子想啊 阿弥陀佛